大家晚上好,我是菜刀 今天是8月12号 我给大家带来我们这个欢乐果站的第五期视频 希望大家看完以后能够这个开心 然后直接上录像 第一局呢是一个躺营局 比较欢乐的一个躺营局 准确来说前面两局都是躺营局 第一局录像的名字叫做躺营的红牛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红牛呢是我们的老八神 对不对 因为这局录像的看点呢并不是特别多 我们直接也是这个 直接也是这个 四倍速走起 然后一号位放了亮灯麦 其实主持者并没有亮将 然后司马懿 亮将打这个柱容 因为主持者可能觉得两个鼠壳的嘲讽 然后三号位的老汉推车 有没有信仰 能不能 奋力的推起全场来呢 十二张手牌 十一张手牌 诸葛连奴 这样的话我们的柱容黄月英呢就再见了 杀曹丕 真机曹丕 有人救了一下孙上香 孙上香也是丧心病狂的睡了一下当爱 还让别人救他 那别人哪有那么多牌呢 把尸体送给了曹丕 曹丕表示好爽 十九张牌 然而祝国亮好牛逼的样子 怪石九杀 这样的话我们的小矿子放拳 其实此时此刻主持者内心是紧张的 他肯定害怕五块尾 害怕六块尾这样一个鼠博的自己会变野 刀爱也是先杀了那个暗角 然而那个暗角是个独菜 刀爱也是一脸日狗的感觉 就这样我们的红牛呢神将 黑不动 然后再给大家看下一局坦赢的录像 下一局坦赢的录像是我们的 另外一位神级武将 全阔第一美云 主视点是来自于我们378区 叫做不得已回头的朋友发给我们的录像 二号也就露个桃子 不太像魏国的 这时候四号也好像离线了一下 但是又回来了 放了一张男帽亲 主持者也是把手亮给抢了 把手亮抢了 弹到司马懿 这时候郭家也亮掉了 雷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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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主持者把手亮抢了 还是比较机智的 这时候上天就掉下了 这时候主持者手上有一个连弩啊 还有个九杀 放了个万键 其实作为吴国放万键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他放了一个万键 可能是想清了个国家闪去九杀国家 真的是九杀国家 能不能杀死呢 国家有个桃 司马懿偷管 那边全是三血不卖的 是吧 也没有人救他 然后这个时候 151放一张男帽亲 弹了一下四号位 大嘴田丰 远交进攻 射箭 其实这个远交进攻 感觉远交司马懿好一点点 全都去S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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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然后好像就这么 再见了 六张手牌的司马懿 闪 一号位 郑云王 这样的话田丰崩死了 然后97级的 大月亮再见 然后200级的 吕布拍凤再见 主持人也是留了一张闪啊 其实可以出的 但是他可能觉得如果这人不死的话 留了一张闪去夺市过牌 所以说没有出闪 可能那是这个思路 不管怎么样 这个我们的全扣第一美人也是 展现了这个神将本色 对不对 就这么赢了 非常轻松了啊 我们再给大家看我们的第三局录像 第三局录像叫做 国服第一许楚 有的人说刀哥 这有点吹牛逼吧 还有国服第一许楚呢 大家 且看 此许楚 来自于铁锁连环 九区 GIMOW的朋友翻过头下 主持甲那也是 直接双量啊 非常有信仰 裸依 放换键 然后曹丕 曹操 郭佳 给了一张决斗 给了一张藤甲 瞬间四个卫国 那这样的话也就不害怕 直接盲狙了 又放了一张南帽七 贾大爷出来了 还好 那要先决斗上架 如果先决斗上架的话 就要 就要日狗了 决斗了那个一血的暗角 这都没有问题啊 因为那两人翻面 先决斗先动的 然后是个淡奶二张 这样的话再杀贾许 就这么死了 断了徐黄 然后又摸了一张决斗 感觉好像是个小乔啊 没有天香 曹丕也是吓尿了 曹丕 看出来点小乔了 这样的话 感觉好暴力啊 真的感觉好暴力 就剩下一个人了 而且还是翻面二的状态 这样的话我们就速度放快 直接结束战斗了 4分13秒游戏结束 真的是非常快啊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集 徐楚的录像 下一集徐楚呢是 天过乐的徐楚收全场 主持者来自于378区 叫做 炸雨出情的朋友 4倍速 然后一二位冰了一下主持者 主持者那就干脆不动了 下家放南蛮 其实下家放南蛮的话 坚群还是不太好的 但是主持者非常信仰啊 就是国家量将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事情 因为国家在主持者前面坐着 然后这样的话有乐的话主持者中乐的概率就会比较低 就一下国家也是自己被乐了把牌都给了曹操 然而曹操也被乐了这个感觉好悲剧的样子 黄中 黄中 黄中中我亮 这个四号五号五号都跳飞位了 郭家张辽就这么再见了 然后曹操一血啊 哦 两血啊 13张手牌被乐真的是 好难过的感觉啊 陆美人 我们的主持者 自信摸牌啊 自信摸牌 天过乐不思蜀 铁锁连环 铁锁连环 雷沙 南蛮入侵 这样的话暴力输出已经打了8点伤害了 再加上南蛮入侵的伤害 断了许楚 但是本回合依然有裸异的效果了 10点输出 已经打了10点输出了 代劳 11点输出 12点输出 这本回合真的是爆炸了 12点输出了 已经 顺着捡一马 杀 14点输出 再杀 16点输出 18点 20点输出 没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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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你了 22点 没啥呢 24 24最后一点是3点输出啊 一回合27点输出 直接带飞全场 郭家张苗也是一直没有离开 在这儿留着看曹操带自己飞 郭家这局没有走是值得的 看到这一个精彩的荧幕 然后下一局录像是一个队友 黄盖太尔茨首轮一波清场 那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黄盖太尔茨 到底会有怎样的一个爆发 那么主持人肯定是选择了僵尸猴了 因为队友黄盖太尔茨嘛 王陵优斯 一区的朋友 阿蒙抢了首量 瓣盖 哎哟 这个好疼 诸葛连弩好暴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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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季离点再见了 然后穿藤甲的这哥们也是 华佗 先杀四血的 杀四血的 朱镕 华佗 也再见了 再杀 再杀 老天不住我原家呀 然后游戏就结束了 感觉真的好厉害 兄弟们 真的好厉害 然后 我们看下一局录像 下一局录像叫做 大蜀国开团只需要一张AOE 纽约说蜀国也能开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主视角是来自于四五区关键齐发 叫做原楚 枪 这个字应该念枪吧 不太认识啊 不认识没有念错 但我朋友选择了甘夫人和关羽 刘善和三弟 南蛮入侵 祝容梦获 赶紧亮将 亮将的意思就是告诉张飞 暗角都不是数了 随便杀 炎人张飞在此 什么自带联络就是屌 这样的话孙尖好像就再见了 黄盖吕蒙 草涛 草涛 草涛国家把牌都给了黄盖 火攻 祝容刘备 刘备可以把南蛮青给梦获 态势上没有给梦获 有点坑爹 然后梦获亮出赵云 开吴中 顺手前阳 好像是顺到了诸葛连诺啊 你用那哥们说风吹鸡蛋壳 排去人爱乐 果然也诸葛连诺 这样感觉是从五号位手上顺的 五号位金鸡张辽 Goodbye 代劳 把连诺丢了 因为杀曹操的概率太低了 杀曹操的国家有可能会杀崩啊 赵云打到还是不错的 曹操让曹操去动 曹操有个万键 万键齐八不要出闪 因为要防九杀 这个吕蒙 再见了 或者说吕蒙是送人头了 绝对打不过了 闪 可以拿一张杀 拿一张没有用的牌啊 因为要神智了 给刘备摸牌 张飞这个放权 这样的话曹操感觉可以投降了 没什么好打了感觉 一个九刹就再见了 看的话曹操就goodbye了 宇宙家 就算是宇宙家感觉也创造不了奇迹了 兄弟们真的太难了 大蜀国真的好威武霸气 下一局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局 就是别人家的黄月鹰啊 就是大家都在黄月鹰这个武将有的时候特别看脸 那别人家的黄月鹰是什么样的一个黄月鹰呢 就是三轮都是裸摸起爆 连续三轮 他最起码他录像名字是这么起的 我看看他到底是不是 三轮都是裸摸起爆 感觉啊 我感觉三轮裸摸起爆有点夸张 因为第一轮可能不是裸摸起爆的 因为他续爆了锦囊 不管你们啊 前期我们四倍速运本局录像时间有点长 来自于一区五谷风灯 叫做加飞猫归赖的朋友 发给我们的录像 主持人员续爆了四小技能 真的是屌屌的 那边有人骚扰了一下 但是也没有什么 还是没有什么人量将 这个黄月鹰也是胆子够大 是我的话 我是不会续爆这么多技能的 我续爆三张留一张伞就 就算对我来说就已经算很多了 真的 续爆四张技能危险挺大的 黄月鹰没有拿几刀拿了一张伞啊 看来他还是没打算出来 这就出牌 三个AOE了 不出来不行了 因为那哥们刚才杀他了 他要报仇 他说他错了 我觉得你说你错了是没有用的 真的 该干你还是要干你呢 国家 这个国家我觉得有点 有点6啊这个国家 这国家真心有点6 有没有二张出来捡破烂呢 这儿并没有 我靠有诸葛连弩 如果草莎出这个乐的话 感觉收全场了 孙坚 孙坚孙权 猴哥来了 大家也是很幽默 那我们看看黄云这轮能不能爆发呢 徐晃 铁锁连环 铁锁连环 哎呦 确实比较厉害 射手青羊 顺了朱雀一扇 杀曹操王 曹操王 没有闪 哎呦 这个真的是好厉害 拿了一张火弓啊 感觉是想带飞孙权的意思了 感觉是想带飞孙权的意思了 不知道 哎呦 顺了一张远角进攻 这真的是好厉害 好厉害 好厉害 猴赛雷啊 猴赛雷 好吧 就火弓张合 其实我觉得火弓孙权好一点点 因为孙权活着的话 要扒你的 马超 九杀 然而体迹判了一个黑 但是孙权没有闪 化妥 化妥都市 中了冰凉 给自己奶一下 孙权给化妥补了一下牌 这个感觉好恶心啊 感觉好恶心 好恶心 甘宁太尔茨 这时候感觉这两个鼠国有点无力了 感觉有点打不过了 对不对 感觉有点打不过了 但是真的打不过了吗 真的打不过了吗 真的打不过了吗 太厉害 确实太厉害兄弟 这个黄岳英真的是 无解 如果黄岳英能够排运好的这种程度的话 确实是无解的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下一局录像 下一局录像依然是我们大蜀国的录像 叫做二哥三弟教大卫国做人 主视角是来自于这个四五区光景奇葩的朋友 还是我们刚才那哥们发给我们的录像 二哥三弟没有装备啊 七手GDP看到了一个教主 倒为水喝 不渴了 曹操亮将 离点 祝融 张角 张角为什么不批草操呢 这你马谁能扛得住啊 这多少个大象啊这是啊 吃我一击 黄天 淹死了 传奇下红约 双神速带飞 差 继继继续杀 EVC这个牌只能杀他了啊 运气也非常好啊 那个真的是个位啊 好像之前反而也暴露了荡爱的图条好像啊 我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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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跟曹操 点尾单挑的话还是比较难打的啊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二哥的排运啊 一火攻一杀都杀住他 两血 草操只要有个决斗万剑有个红杀就游戏就结束了 因为他有个武器 可以抢袭嘛 但是曹操毛都没有 二哥的排运真的很好啊 真的很好 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个组合真的很暴力 当然这个四倍速放的有点快这一局录像 还有下一局录像叫做猜不到的结局 之大卫开团 也就是说 大卫开团猜不到的结局 主持人来自于一区叫做上课做梦的朋友发个门录像 那么这局 意思就是大卫开团了 但是结局你是猜不到的 也就是这局录像呢 还是比较好玩的 值得一看的 前期我们放速度快一点点 这个196好像有点未果的嫌疑 被看了 内裤 笨哥 大笨哥抢了首量 但是这个南某七放的就有点冲跌了 感觉 曹丕 曹丛 司马 瞬间四个卫国开团 还有两个人通管啊 感觉卫国要赢啊 这个笨哥也是无脑开始发动技能了 大笨哥好像要再见了 大笨哥啊 红颜呐 这个时候我们的司马真机亮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 论单挑能力的话 其实郭家夏侯敦 还有司马真机应该是这个卫国阵容里面最强的 曹丕巡运和曹操曹人单挑能力应该是比较弱的 但是为什么夏侯敦和郭家 还有真机司马 并不能撑得上卫国开团的大核心呢 我相信大家看完这剧录像应该就能明白了 到底谁才是卫国核心 有的人一直表示不服曹丕 单挑那么弱 曹操更弱 怎么能单上卫国核心呢 马上就知道了 这样的话有一个人离线了 香香卤素 这样的话草操种乐 草批种乐了 然后司马真机 鞋头连环 晒得有闪 然后那哥们还是离线的 七二位 周瑜大乔 这时候司马懿如果没有红桃的话 感觉还是有机会的 我操我没有桃子卫国 郭家夏侯敦被火烧死了 这你能信 绝对司马真机火攻 司马真机再见了 瞬间四个卫国感觉要崩了 那么大家看看谁先死了 郭家夏侯敦先死了 真机司马先死了 有人说你不能说他俩先死了 就说明他俩不厉害呀 那么你马上去看看 这个换了一手牌啊 因为这个曹操实际上有A啊 我把这个换走了 换了一手连弩什么的 这时候司马将鲁肃开始骄傲自满了 说这波灭大卫灭的好爽啊 先杀曹操我们可以赢的 先杀曹操我们可以赢 真的你们可以赢吗 这个感觉好厉害的电脑 其实这个雷沙先杀曹操好一点点 因为那个六号尾先求逃嘛 你先收点人头可能疾病空间会变少 还好六号尾也会逃 这运气是老老摸到了简易马 野心家 顺手现阳杀 这时候咒鱼大乔你还能扛得住吗 折斗 砸脚也没有关系啊 砸脚尖熊后来再折斗呗 都这个时候了 万箭齐发 这个时候我想问你香香鲁肃 真的这波灭味灭的很爽吗 你们能赢吗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 到底谁才是卫国的核心 为什么曹丕跟曹操 在卫国里面地位这么高 相信大家应该能够明白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下一集录像 依然是这个我们卫国的录像 这集录像的名字叫做AOE的威力 再次给大家展示一下曹操和曹丕的威力 主持者是来自于四五区关键启发的朋友 还是刚才那哥们的录像 选择了真机曹丕 真的是再次让大家感受一下曹操和曹丕的魅力 祝贺量非常风骚 这个杀有点像蜀国的意思 6号里丢了一张男帽轻啊 感觉不是特别像卫国的 威胁落神 一波大落神还是非常犀利的 通通算我的 刘备 万剑齐八 曹操 飞卫啊 飞卫为什么要放万剑呢 翻来那个三血不卖的 曹操一个雷沙 孙上香 再见 诸葛亮再见 我找了个酒啊 心里舒服多了 因为没有这张酒的话 有可能要死啊 这就是曹操和曹丕的威力兄弟们 一张万剑 一张万剑就是这么屌 不管七华卫是不是卫国的都把他杀了 这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没有杀死啊 却有时候也有一种日狗的感觉 徐胜也是觉得打不过了 放弃了 但是关于表示很郁闷 说你在干嘛呀 关于确实是可以投降了这个局 这局录像真的是再次告诉大家 曹操跟曹皮到底有多厉害 真的太厉害了 真的太厉害了 然后再给大家看下一局 叫做最屌的声控 对面有司马懿声控 直接闪电带走五个人 获得胜利 真的这么屌吗 我们的主持人来自于四五区 叫做爱松岛峰的朋友 发现我们的录像 因为这局录像的看点主要是闪电 所以说别的地方大家可以忽视 我们就盯着闪电就可以了 徐初抢了手辆 挂了个闪电 别的东西大家可以不看 因为我们只看我们的亮点 灯爱 铁锁连环 无险可击 以意带导 顺手牵引 旁神 杀了一个蔡文基 这个七二位这个动作感觉像魏国的 司马懿 先王已成天之道 已难满如今 乃我上方 击鼓于此 已至四方 杀 给我翻过来 作为我们老板 看到两个员工 其实还是比较紧张 激动的 谁占到先机 谁就胜了 这时候灯爱 不知道为什么不把这个两个魏国人的铁锁给解了 去连了两个人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没有看到自己 自己两个人连在铁锁上 寒冰剑 这个司马懿是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大家看 就这个寒冰剑 因为寒冰剑 司马懿 就是司马懿如果不是寒冰剑的话 肯定是想凋血的 凋血的话 然后把铁锁连环给解了 这个时候主持者开始声控 发动声控神技 手上两张黑桃闪电 黑桃判定开始诅咒他们了 开始诅咒他们了 然后这个 把这个草皮跟五号尾连起来 表示 这个胜败 胜败 胜败在此一举是吗 当然可能 呃 就也不能算那个意思吧 就是胜败在此一搏 在此一空对吧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的闪电判定 黑桃二 啪 五号尾狗头斑 普量的队友 刘善月英 然后蔡文姬 有桃 有个酒 真姬曹丕 就这样就结束了 闪电直接带走五个敌人 游戏结束 感觉好牛逼 真的感觉好牛逼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下一局录像 下一局录像的看点叫做大嘴射七五 也就是说这局的游戏就是想给大家看一局这局叫 因为大家都知道吴国人是最害怕大嘴的 那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吴国人到底有多害怕大嘴啊 吴国人 我们也是速度放得非常快啊 因为这局录像的看点就在后面 看点在这个大嘴开射的那一轮 阿蒙抢了首量 坑爹的放了一张南蛮 没有顺旅盟啊 肯定是吴国的 当然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局就七个吴国嘛 大嘴也是直接满足了横征的条件 然后被连起来了 这个时候又放了大南蛮亲 这个也是吴国的 就坑爹啊 这都坑爹啊 大笨哥亮将把这个白银狮子给扒掉了 希望那个 不希望主持久用这个白银狮子在这占便宜 虽然希望这局看了一下主持久 然后睡了一下这个大笨哥 大嘴亮将 亮个陆迅看尔多士 其实陆迅跟吕蒙没有在铁锁上 还是挺幸福的对于吴国来说 然后吴国人说你们竟然不要大嘟嘟了 那他意思他可能是个周瑜啊 然后钉凤亮将 这个陆迅说本是同根生相间何太极啊 甘宁 拆 代劳 陆迅说全部拆掉 怎么全部拆掉 你有一点水啊 啪啪啪啪啪啪啪 这感觉好爽啊 标倍爽 孙权六泰 九杀陆迅 然后肯定能救起来 然后开始主持久大显神威 老夫进京评乱 岂能空手而归啊 这有什么好救在这里能救火吗 有张国务蟹 还有两发 剩两个桃子表示 诶你们 你们你们你们吃桃啊 他四少虾也是希望 希望三不驱是吗 或是希望那个 希望袁绍三色是吗 但是他并没有三色呀 绝不会倒下 弓箭手 准备放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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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不会倒下 好坚挺 但是还是倒了 真的玩大嘴 如果玩大嘴的时候 场上有七个无果 那种感觉真的是 标倍爽啊 七个无果的大嘴 就是幸福 真幸福兄弟们 真的好幸福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 下一局录像 也是大嘴的录像 有人说大嘴的录像 有什么好看的 因为下一局录像 大嘴是有看点的 叫做史上最有信仰的大嘴 有的人说什么叫做 史上最有信仰的大嘴呢 马上你就知道了 八号位啊 大嘴也是热了狗啊 坐在八号位 狗哥抢了首辆 教主 批勒敦敦 张家说死马在我这里 他也意思 应该是司马在我这里 是吧 也是屌屌的 大嘴热 大嘴热 骂热 大嘴热 大嘴热 辽哥 一写了 辽哥有人头 手上两张牌 四张牌至少两个发对子 还是比较犀利的 大嘴你看这手牌三发 直接毫不犹豫的出来射了 杰命四张牌 没卵用 大家注意一下 看点收了两张人头牌 正好一个八国阵和一张黑条7 人头牌正好是一对 这就是本局录像的看点 有人说这有什么好看点的呢 继续看 第一次收人头牌是两张黑条 正好一对 张脚再见了吗 张脚说我还是别吃了 黄天也死了 大月亮死了 收了一张人头牌 红桃7 然后五号位阵王 蜀国的收了一张红桃Q 又是一发 再来一发 狗哥 两张牌 两张方块 不得不死 了不了两张方块 田锋 田锋也是屌屌的帮这个 袁绍拆掉最后一张牌 这集录像的看点真的是好屌啊 这个袁绍 收人头牌 收换来的牌 全都是一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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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别人家的大嘴都是一对一对的 非常尊重大嘴 邓爱 张脚 曹匹司马 雷公助我 匹司马翼 难道真是天命难为 红门之后 终效 放箭 放箭 晃剑 晃剑 然后孔容亮将了 这个时候其实对于主持人来说比较 比较悲剧的是什么 有可能要演啊 有可能要演 应该主持人在聊天光打字说我想死了 他的意思就是他害怕自己变成野心家 你知道吧 红门之后 此时攻占 更待何时 放箭 放箭 主持人有闪和桃没有出啊 求瘾了 哦 求防瘾了 然后这个袁上说 去你妹的吧 把桃都丢了 这么怕瘾呀 然后孙少香 孙全死了 华佗 果然啊 果然有人瘾了 教主庞德 然后袁上说 你他妈真机智 那为什么不搞华佗呢 有乐吗 然后那个孔容说 貂蝉是新鸡boy 貂蝉真的是新鸡boy 非洲铜 过得败 其实画头当时可以救下貂蝉画头 这样的话自己就不会演了 还是挺好玩的哈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局 下一局录像 叫做何太后跟吕布的录像 叫做绝境杀四位 没有桃子的卫国 真的好可怜呀兄弟们 真的 没有桃子的卫国 真的真的好可怜 好可怜 一号位 叫做雪影莫魂的朋友 来自于378区 大奶抢了首量 孙全 搞下家 这万劫放的好坑爹啊 屁屁郭家 曹操 司马 然后181直接逃跑了 不知道为什么 觉得打不过了是吗 张角没有黑桃 丁梁天过了 乐伯斯属 长脚连长飞牌都没有呀 能不能快点啊 兵贵水素 没啥 曹操 针姬 仿佛心 无乃天命之子 后宫之中 震毒一下针姬曹操 压一下曹操的血线 顺手青羊 幻界齐发 下次注意点 我 狗哥 风吹鸡蛋骨 最可免 我最难受 杀了逃跑的 没有问题啊 给曹皮收尸吗 滚杀还滚埋 杀 莫尔连弄杀素上香 杀 再杀 又旧 魏国全是一血的 奋力一毒 不该生有皇子 然而 没有桃 谁敢不从 徐宇你没有桃子你还裸易什么 你还不摸牌 你还不摸牌 本号 胡子有哥哥在外照 有什么好担心 九 九 九杀曹操啊 因为魏国没有桃子嘛 你等杀神 我等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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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素上香可以投降了感觉 但是时间不够 这 这个局你让我怎么说呢 谁能挡我 就一句话吧 没有桃子的魏国 真的好可怜啊 好可怜好可怜 呃 我们再给大家看下一局录像就得了 呃 曹操 国家 曹丕 又是一个AOE啊 瞬间四个魏国出来了 我上架应该是个魏国的 他也不害怕自己一眼啊 放这辆万剑 其实放这辆万剑有可能会隐的 还好你应该亮出来徐晃放万剑嘛 跨佛 乐着曹操 夏侯渊 跨佛一看是个夏侯渊啊 就感觉是走了 这时候魏国还能崩吗 珍姬国家亮相了 这时候感觉魏国还能崩吗 但是魏国没有逃 曹操把 徐晃给射死了 确实 说珍姬无限可击打错了 草皮打亮无限可击 开始耍杂技了是吗 大桥琉璃了一下 但是自己还是死了 谁占到先机 乐伏斯谁就剩了 香香大桥冰凉寸断天过 逛个八卦 主石脚乐伏斯数天过 火杀拆掉这个邓爱的手牌 哭喊吧 给他草皮一个头 草皮没有死 保了一下草皮 清个囊 是一张红牌 郭家太短了 草皮毁满了 其实我觉得他杀主石脚好一点 把这个简易码射了好一点点 主石脚裸摸一张牌 就摸了一张牌 一张代劳 直接决斗啊 直接决斗 然后杀 穿一下郭家的手牌 穿上一颗酒 一荣俱荣啊 这样的话就阵亡了 顺一下郭家 快来与我等决一死战 真的是原地起暴 兄弟们真的 田锋零首牌起暴 真的是零首牌起暴 曹批三血 郭家梁血 曹操梁血 留得良田在 何仇不破敌 乌乃河北上将 文仇血 快来与我等决一死战 酒 几乎一致四方 给我翻过来 乌乃河北上将 文仇血 君不知臣 臣不知君 真棒 这样的话 本局录像就结束了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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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屌啊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本期欢乐国战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